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這部影片我們來說一下 即將在19號所推出的慶典服 關於玩法還有招募活動 該選哪隻角色對我們前期開荒的幫助會比較大 那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看到關於慶典服的福利還有特色 第一點就是簽到 維持七天 這個跟陸服應該是沒什麼特別的差異 都是一樣 會給覺醒時 最大的獎勵就是在第一天簽到 所贈送的SP武將自選 包括19號當天所推出的魂箱 都是可以選擇的 那台服目前總共就推出了四隻不同的魂匠 至於關於陣容的搭配 微笑我之後會專門在這幾天 推出相關的影片 跟大家做詳細的說明 靈寵啊 包括培養的順序 角色心願怎麼拉等等 如果是新加入的玩家 想要推的最順 體驗最好的話 可以選擇 剛好是當天所推出的單箱 直接拿就好了 是目前來說開荒最好的角色 沒有之一 再來看到第二項福利 月卡免費送 大小月卡都有 不過呢 只有送一個月 從第二個月開始 還是要花錢自行課金的 就是對於無課玩家來說 在第一個月玩起來會比較舒適一點 第三項福利 助手特權 也就是我們的刺兔 會免費的提早開放 那對於老玩家來說 再重新回歸新服 不用再推一些主線啊 或者是說詳細看劇情之類的 都會有快速跳過的功用 對於老服玩家來說 幫助是最大的 那新服玩家來說 如果玩很多個遊戲 多少也是會有一些幫助 不用花太多時間 在我們的前期開荒上面 再來就是慶典服的最大特色 陣容制選 總共可以選擇六隻 目前台服有推出的所有武將 那當然魂將是不能選的 SR跟R將可以選 如果選擇SR或者是說R 給的數量會比較多 剛好等量的碎片 那在目前的情況下 我們基本上不用選擇R將 又或者是說SR 除非是玩一些比較特定的隊伍 對於開荒來說 有寮永火以及小夢 我們前期比較重要的 雙傻就沒有必要選擇了 再來則是第五點 升級服力 每隔十等 就會給一些對應的道具 其中比較好的 就是籌斷90個 可以直接在商城當中 選擇大家想要的造型 其他的東西 倒沒有什麼特別的特色 只是加速我們資源獲取的速度罷了 最後則是遠征三倍碎片 跟回歸返利 是對於課金玩家來說 幫助比較大的 無課小課算是不無小補 就不特別做介紹了 等到正式開服我們再來談 好的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預約的活動 可以提前選擇 四隻不同的角色 那只要參加活動 就可以獲得對應的招募券 都很簡單 有每日任務 也有單次任務 那招募的話 就是所有的角色 都可以招募到 微笑目前還有六次的機會 我們就來招募一下 那每次招募可以獲得五隻角色 那我們總共有六次 直接獲得三十隻 那當然並不是說這些角色 我們都可以直接在遊戲當中做使用 我們只能選擇四隻而已 那其中有兩隻 是固定式小夢跟寮遠火 加起來總共是六隻 那初始武將的話 就是包括SR跟R卡都可以選擇 就是不會有限定的角色 那前提是我們必須要抽到才可以選 所以說如果想要玩慶典服的玩家 還沒有參加這個活動 一定要來參加 那每日任務也要記得做一下 才可以拿到一些比較難以獲得的角色 接著我們來看到 關於武將選擇的推薦 先說初始武將 微笑這部影片講的是大方向 就是不會說一些比較特定的陣容 關於特定的陣容 會在這幾天再額外推出影片 跟大家做說明 那初始武將的話 有幾隻角色 是我們可以優先拉取的 貂蟬 那再來是華陀 元姬的話也是可以拉這三隻 這三隻會是微笑我個人認為的首選 那再來的話可以選擇 曹操 又或者是說劉備 加起來總共是五隻 其他隻角色 我個人認為CP值就沒有這麼高了 大家可以從這五隻這方面來去下手 然後我們看到CH1 最優先推薦的角色 就是曹P 非常好用的萬用工具人 在台服目前的版本 還是有許多的陣容 都可以把曹P丟上場 那如果是沒有招募到曹P的玩家 可以選擇鄧愛 又或者是說蠻鹿 他們在騎測 還有鄧愛 刷分的登場率 也都還是挺高的 至於其他的武將 就沒有這麼推薦了 再來是CH2 唯一選擇姜維姜天地 沒什麼好說的 衝鋒姜依然是很好用 便宜又大碗 就算是沒有想玩衝鋒姜 也是可以選擇姜維 不論是刷分 或者是說打三合 都很好用 那如果說真的沒有選到姜維的話 再來會推薦大家選擇魯素 畢竟魯素的專武 在台服是有加強的 不論是在玩火燒 又或者是說髒水 都可以把魯素擺上場 那其他的角色就沒有這麼必要了 這兩隻 大家就二選一 最後我們看到CH3 相較CH2來說 CH3能用的角色 是比較多的 那一樣首選會推薦大家選擇 諸葛果 他跟曹P是差不多的 都是輔助型的萬用工具人 不過諸葛果 又比曹P再好用一些 第二隻的話會推薦大家 可以選擇公孫戰 衝鋒姜會使用 還有現在的魔匠 奇策 跟三合刷分 幾乎也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 最後可以選擇高順 他的定位跟魯素差不多 應該是說選擇的原因跟魯素差不多 專武在台服都是有加強的 那目前的出場率 也不算是太低 玩旅部隊 通常也都還是會把高順給擺上場 那大家就一樣是三選一 選擇一隻 自己想要的 那莫過於首選 能選諸葛果 還是優先諸葛果為主 那麼本次的 預言武將推薦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又或者是說 使用置頂的留言 來加入微笑的專屬DC群 有什麼不懂的 一樣也可以在DC裡面詢問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